那這個已經成為歷史,已經成為過去,但是這個不是竟然已經是說完全成就,就好像有一個學生要考試,你一定會過關,那你是你心理要素。 所以我是老師,我跟學生說,你們都一定會通過,雖然你們還沒考試,但是我是老師,我已經拍胸膚跟你們說,是會有考試,但是不用擔心,你們每個人都會過關。 那這個天使所講的是非常深刻的,深奧的,那從這個哲學的角度也是。 那時間是從哪時候開始?幾乎是從這個人類開始墮落的那時候開始。 當然,時間已經開始了之前,已經開始了在創造的。 但是,人類人們,他們都在天堂上那麼少,就像《聖書》所說的。 所以,我們主要主要有時間的概念,是一種類似的,是一種類似的。 可能會on 水分為的人都,好一定會在創造的。 就是從這個死亡切入之後,我們可以看到,你兒親朋好友,陸續的去世,你的孩子成長,你也會去世, 這時間開始讓我們明瞭到死亡,我們了解到時間。 這就是非常重要,因為他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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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的。 原文後,中文可能看不出來,他可能像有押韻,像詩詞一般,那翻譯可能就會失去這樣的意味。 很重要,他講的,他講的, Hronos does not use the word keros, 因為我們,在俄羅語,我們說 keros, 因為有不同的,Hronos, 我會示範給你們,在訊息中,他們用了兩種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白板上寫的Hronos, 這個是時間,那在希臘文,他時間有三種不同表達法, 那這邊有出現兩種。但是我們可以看他是用哪一種。 在訊息中,如果我走到這裡,他講的,在開始,關於 keros, 但是在這裡,他用了這個詞,Hronos。 所以你看到啟致入一章。 你見嗎? 不,不,不,Pieter, 我們來往這裡,到訊息中。 首先,1章3, 1章3, Keros, 對嗎? Keros, 在俄羅語言, 它這個時間,在希臘文是指一段時間。 例如說,一個季節, 像這個暑假、寒假、夏季或是冬季。 但是,Keros is much more general idea, ok? 那,Hronos,是它比較一個概念性的時間, 就是 more general idea, Yes. It's more general, It's time in English, ok? 就是英文的時間, 比較一個概念性的。